为何财貌双全的清朝第一财女却被婆婆折磨死 清朝有一位财女名叫贺双清 后世称她为我国历史上最有天赋 最具才华的女次人 尊其为清代第一女次人 她出身农家 因为舅舅在镇上的血管做杂役 她也被允许旁听 耳濡目染学会了吟诗填词 成长为了一个财女 然而父亲早早去世 在母亲和叔父的缩合下 她嫁给了一户姓周的农家 丈夫叫做周大望 然而周大望虽然本分却只知物农 不知诗词歌赋 婆婆杨氏又强悍泼辣 对贺双清刁难折磨 周大望不仅不护者 甚至也一同对其折磨 于是这样一个令人惊为神女的贺双清 在这样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下 郁郁而出